跑步夠力沒有?試單腳樽就知道 為什麼?為什麼跑兩步就沒力了? 如果這些肌肉或者群組不夠強的時候 跑步跑得多 可能慢慢會出現一些痛症的問題 馬上來試做單腳樽測試 你會看到它下去的時候 它的膝蓋會不會向了內 或者它的盆骨會不會左右移動 或者是驅桿會不會向前傾 如果是穩穩掙 即是肌肉夠力平衡 不合格也不用怕 現在就教你練力 輕輕扶長 然後做一個側抬腿的動作 盡量將腳抬高一點 我們正在訓練這一組的肌群 換鞠組15至20下 現在這是下樽橫而步的訓練 可以鍛鍊到大腿的肌肉和核心肌群 挺空濕的做 走完左就走右 練多一點 跑步就更加穩定 一開始可以先急步行和緩步跑 練到肌肉夠力 再慢慢加強 超級直立場